春节前夕,在成都市主干道两侧,新添了近300个座椅 在其中60个极具造型和功能特色的座椅里 兼顾了充电、影音、照明等功能的太阳能智慧座椅悄然上线 木质的椅面、灰雕的质感 记者远远看去,这个座椅似乎平凡无奇 但走近细看,却发现座椅竟隐含了多种智慧功能 在座椅顶端有个顶棚 顶棚内侧是感应照明灯 外侧是太阳能充电板 小小的智慧座椅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并将电能储存在蓄电池中 除了供应夜间照明用电 更方便的是为市民提供充电服务 记者现场打开USB接口盖子 插上充电线便实现了有线充电 而在座椅中间则为无线充电区域 市民只需将设备放在该区域内即可充电 有市民现场体验后表示 充电功能很实用 有了智慧座椅再也不用满街找充电宝 还是挺实用的 如果有时候特别在附近找不到充电宝的情况下 可以坐在这里随时充电 然后呢没有线的情况下也可以无线充电嘛 相对于平时那种便携式的椅子来讲的话 这种更有科技含量 坐得更舒服一些 记者仔细观察 在座椅底侧还有音响 通过南亚连接后就可以播放音乐 同时智慧座椅实现了无线网络覆盖 提升了娱乐影音功能的体验感 据记者观察 智慧座椅的功能更受年轻人喜爱 市民王先生说 感觉能在智慧座椅上休息一下都很幸福 有蓝牙有那个WiFi啊 那些还有可以充电 添加了一些 我感觉就像年轻人一些的元素在里面 慢慢的年轻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起来了 然后有个这个的话 给年轻人这个比较平凡的生活中 慢慢的有点那个休息的心理上的安慰 对于现场有市民担心 科技感十足的智慧座椅 是否能够防雨防潮 耐斧耐磨等问题 成都市城市道桥监管服务中心 维护科科长冯旭表示 智慧座椅 无论从功能还是材质上都具有科技含量 在正常使用下 大家不用担心设施的安全问题 这个智慧型的座椅啊 是采用我们的防腐的一个钢材 和一个这个木质的这个结构啊 在使用过程之中啊 也不亦损坏 也建立了相应的这个养护维修的一个机制 如果发现我们这个有损坏的 或者是磨损的一个现象呢 我们也会及时的对这个座椅进行维修 冯旭告诉记者 目前智慧座椅作为试点只设置了四个 通过市民使用和日常维护情况 还将对座椅功能设置进行优化 对太阳能蓄电效率进行提升 等设备调整成熟后 将对商圈 鞋字楼等重点区域进行投放 下一步我们也将积极的和我们的设计单位 和包括一些相关部门 我们针对整个成都市的主要的干道 进行这个座椅的这个增补和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